主料,面团三个,肉卷半条,薄菜一小个,辅量,油,盐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面团用热水先泡开,倒出热水,过下凉开水备用,薄菜洗干净,切条,蒜头剁碎,肉卷切条,把肉卷煎炸一下,捞出装盘备用,锅留油, 把蒜头放下去炒出香味,把包菜放下去炒,加少许水翻炒,加少量腌调味,然后把泡开的面放下去,用筷子炒开,把炸好的肉卷放下去,用筷子再翻炒一下,加适量酱油上海,再翻炒一下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用筷子炒面不会断一小金一小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视频, 欢迎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